4月18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 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去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 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关系的活力在地方 旧金山同中国渊源很深 长期处于加州和全美对华交往的第一梯队 希望布里德市长此坊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科技合作 打造气变合作亮点 密切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布里德表示 此坊旨在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 以地方交流 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旧金山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同中国的人员交往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愿为美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